我花最後一點時間來講那個 飛機想讓人告白 這一部動畫真的是我覺得我近期看過那個什麼 最優質的搞笑動畫 那 他的本體啊 事實上是一部校園劇 對那可是這個校園劇本身呢 在一開始他的第一季的名字叫做戀愛的頭腦天才們的戀愛頭腦戰 就他設定的是兩個 其實我覺得這邊其實也描寫到那種日本人那個不願意把事情講清楚的那種個性 就是那個時候很多日本的那種武士片或是商戰片 會在那邊食眼色啊或是怎樣 就是不很多事情不講清楚 但是他只是把這種不高來高去不講清楚的那種 的東西然後 把它套用在那個 高中生的那個 彼此暗戀的這種 情緒情緒上面 我覺得那個蘋果可能不會有特別有感覺因為 按照你的說法你做什麼事情是主動去追求人家 比較多啦 但是我就特別能夠理解這種感覺因為我是我在那個高中的那個時間點我是一個不願 喜歡人家 不好意思去跟人家講的那種個性 對 我那時候應該是處於初戀的國小的時候吧 當然好現在試過近天我就大概知道說我高中的時候做事情絕對絕對不會成功 但是我 回過頭來就會發現這種事情就是 顯現出自己的懦弱這件事情 這個狀態 這個狀態 你知道嗎 就是 你 不敢去告白 你不敢去跟人家講說你喜歡他所以你希望旁邊的人去跟他講 然後旁邊的人去跟他講然後那個什麼 希望他能夠那個回過頭來答應 可是 我後來自己想想看這種這招太笨了 人家幹嘛配合你 然後他就跟那個人在一起了 沒有不是通常你都會聽到說你覺得那個人怎麼樣然後我就想說這個人 我也曾經被問過這種問題啊你覺得誰誰誰怎樣 我說我覺得他怎樣他怎樣 很難去回答這個問題嗎 對啊他我還可以啊怎樣什麼意思 然後呢 你想要幹嘛 或者是有一些問像我們高中的時候有一些麻煩 像有的時候 你可能會跟 我還記得我曾經有一個經驗是我曾經 覺得跟一個女生很好聊 然後我就常常去跟他講話 那就旁邊的人就會說你是不是喜歡他呀 然後就可以讓就會變成這樣一個那種你可能 跟一個異性的友情然後就這樣硬生生被卡斷了 喜歡聊其實跟愛情就沒有關係啊就只是覺得他跟他很好聊 可是旁邊的人可能會就立刻二分法就是說那個什麼 我那個你是不是喜歡他 喜歡他讓 就很喜歡起哄 對好 喜歡跟 就是愛情跟性行為也是兩回事 沒有我們當然還沒有提到性行為這件事情 我現在講的是清純的 要開車了嗎要開車了嗎 這兩個人事實上都互相喜歡對方 對就是 呃 事工輝葉跟那個什麼 白銀玉琴 對 事工輝葉跟白銀玉琴 當然他有一個設定啊白銀玉琴是一個 那我好難 沒有白銀玉琴是一個那個苦讀上去的 學生會長 就他是一個那個什麼家裡面沒有錢的人然後他去 按照自己的那個什麼聰明才智跟努力苦讀然後 考上了明星學校高中生高中明星學校 然後 而且那個時候在一個本來一個什麼都 不太可能有外來生然後擔任這個時候學生會長他當然學生也就是他是千年一遇的秀才 就是他前面的一個 的那個設定是這樣 然後事工輝葉的 大小姐 爸爸是這種那個時候超級有 超級有錢的那種企業家 他就是這種企業家 的那個什麼 的女兒這樣 然後簡直這個時候就是而且 每次這兩個人考試就是考比第一名第二名這樣 就是都是精英的優秀的精英這樣 然後這個精英到最後 他們互相喜歡對方 可是呢 兩個人都非常驕傲自大 就說 要喜歡你要那個要跟你交往也不是不行 這還沒開始講這種話 然後 然後 我剛剛看的時候感覺他們好像把戀愛當作這種戰鬥 對啊 他一開始的故事就是戀愛是戰鬥 就是 就要告白也要對方跟我告白 這樣子我才可以站在高點 這樣子 我就有點 就是火熄滅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 因為臉 沒有沒有沒有 你看到後來就知道因為他們面子拉不下 開頭的時候就有講說第一個新告白的人他在愛情裡面是戰鬥式的 對對他講的那一句話我就覺得幼稚 是啊 他們就是高中生 他們就是幼稚啊 就是我 這部片就是在看他們耍幼稚才好笑啊 因為就是很多時候就直接跟他講就好了 可是你就是硬是不要 可是我其實想要繼續看下兩次 我想說奇怪 因為我知道他這個設定的不是給我們 不是給我自己記得看 就是他有點叫是回味我之前 以前 沒有就是在回味你自己在那個什麼少不更是青少年狀態 做出來那些蠢事 對 然後呢 我覺得這一部厲害的地方是他在動畫的那個方面其實他在編排的那個地方 很用心 應該是說他不是那種 如果你在看一些那種那個什麼機器人動畫的時候他們的點作畫的點就來自於他們格鬥的時候的動態 對 對他跟男女悄悄版有點像 對 是沒事 他是有像 對就是 對 那 因為我 就想說很像我之前看的 有東西 是 但是他到這一步 但是他到這一步 剛剛算打斷我突然腦袋就打結 好 我覺得他厲害的點在於他 首先 他把男跟女生告白這件事定義為戰爭行為 對然後可是他們的戰爭又不是 他們戰爭的點又不是對方 明明是喜歡對方的可是他要引誘對方跟自己告白 對 所以 於是呢每一天的那個角度就變成說 我要讓他說不小心說出他喜歡我這件事情 所以 所以變得很好笑 然後就變成 哎 你們你們明明是在講談厲害的事情可是可能為什麼弄得很像是那種辯論大會或者是那種那個什麼 政治的角力什麼之類的 然後呢當他們在 互相比的時候呢 這個動畫最有趣的點是 他還介紹了一位旁白 就是比如說這個男生講什麼然後這個男生這個旁白就說 他說謊 那個女生說 那個女生也講一些他說 嗯他這次講的是真心話 然後接下來比如他們講一些話的時候旁邊那個旁白最麻煩最辛苦 他說就在這個時候這個男生心裡面想的是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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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那如果他怎麼樣怎麼樣就不可以怎麼樣怎麼樣所以他必須要做這件事情然後這時候男生就好那這幹什麼這樣子 就是 基本上呢 這個動畫我覺得他 的特色的 是他把 男女之間的戀愛 當成一個綜藝節目來演 你知道嗎有點像這東西有點像我們小時候在看那種百萬大挑戰 你有看過百萬大挑戰嗎 就是比如說像電流極極棒那種東西 火焰挑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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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也不只是在講火焰我就是在綜觀所有日本的綜藝節目 你會注意到日本的綜藝節目很喜歡把小題大做 那 他其實就是把男女之間的愛戀然後把它當成一個綜藝節目然後小題大做一番 對像 我講一個案例好就是我曾經看過一個覺得非常佩服日本的那個綜藝節目 這也是我本來覺得那個大家是可以看這個 因為大家很喜歡日本綜藝節目 對所以我是想要問他的意見但是 你知道每個人只要看到一看到是動畫立刻就不看 麻煩了 對就是我在裡面看到的是 我看到的共同點 我看到有一次的那個什麼日本綜藝節目的企劃是問 貓可以咬多種的 魚肉 我也有看我也有看很可愛嘛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只讓貓去咬魚肉是不是這個故事馬上就結束 對不對所以這個東西就必須要 講旁白 要讓旁白來講故事 有沒有 所以然後他就會在那邊這一次出場是幾號的貓咪有沒有 然後這一次另外一邊所秀出來是什麼什麼魚 然後接下來這條魚種幾公斤平常在哪一個菜市場可以買得到 有沒有你還記得他 你還記得他是這樣子演的嗎 有啊幾公斤 然後接下來就是那個旁邊的人還要評論一番說 這條魚真的很重 好笑就是好笑在這邊嘛 這群人 你為什麼要問這個問題 然後你為什麼會這麼認真有沒有 然後就把貓放就把魚放在那個什麼 那個草地上有沒有 然後鏡頭就好像在那邊釣他然後就 這隻貓出來了 他到底能不能咬下去呢 脫型的脫動 啊這樣 那個就是日本綜藝節目他其實利用旁白 然後製造出笑料與張力 明明就只是一隻貓咬魚而已 可是他用各種的那個什麼邊邊角角的事情那這件事變得非常的好笑又很有喜感 然後結果只是一隻貓在咬那個魚 有沒有然後他還他在那邊文來文去的時候然後那個什麼旁白還要在那邊像賽況爆了一樣他到底會不會咬呢 那個其實是我覺得做日本綜藝節目聰明可能又可愛的地方 他們其實生活小事然後也可以製造出一番莫名其妙的笑點 然後就是然後 會業績想讓人告白裡面就常常有這種東西 就比如說這一隻那個什麼比如說他講如果這句話那不就是不小心說出來我愛你了嗎 不可以講這句話然後就說難道你要這樣做嗎然後這個什麼就是可愛的 然後 這兩個人都是高端的人所以他們高端的時候的那個高來高去本身就會覺得靠你們兩個人是太 太無聊 但是你又又會這位 這兩個男生男女的放不開然後又覺得好笑 然後呢 在這中間然後他再慢慢的添加出一些 其他角色進來 那其他角色可能那個什麼像他們家的書記 他們家書記基本上就是一個完全不知道讀空氣的 就是當這兩個男生跟女生在高來高去然後 話中有話的互相作戰的時候 然後這個女生常常 不知不覺的突入 然後突入之後然後那個早上整個 戰況變得更加的詭訣 所以大家都想說他是亂源 本來就已經勝負都已經快要出現就他出來的時候 就說這整個都然間一團混亂 我覺得他有點感覺好像是 是不是有拍過這種 電影 還是沒有他有拍真人版電影 但我還沒有看真人版電影 那個 但是我覺得我現在先講動畫是因為我覺得動畫的表現形式 很很可愛 因為他其實幾乎每一集他都用一些特殊的 剪接方式 跟構圖方式來 來來把這個笑料呈現 那玩到第二季的時候其實我都覺得他其實玩到玩到很瘋 而且他有時候不只是用畫面 他有時候用音樂 像裡面有一段有一天很好笑就比如說 男生可能講出一句讓女生心動的話 我就是你如果不在的話 那有什麼意義的什麼這種然後這時候的背景音樂 會突然間放那個什麼 東京愛情故事的主題曲的這個前奏 然後可是 因為你如果以前有在看日劇你聽到這個前奏就覺得超好笑的 就是對他這一段就是那個在日本動畫在日劇裡面放這種歌的時候通常就是 心動的時刻 那可是那音樂當然是 那音樂沒有沒有版權所以他必須做一個很像的那個音樂的前奏真太像 所以每次一聽然後光是聽到音樂的前奏你就一直笑 他每一集也都會用一些很特殊的一些編排方式 那有一集我覺得很好笑就是那個女生啊 因為他那個時候對那個男生太心動所以他的心跳 加速到心跳加速以後然後就 他覺得自己身體真的不行所以他就去醫院這樣然後醫院的醫生診斷以後說 其實 這個那個時候我看人越人無數你現在這種狀態你就是愛上那個男生 然後那個女生我才沒有喜歡上他 然後那個男生就那個醫生就是那種一本證件說不他現在就是戀愛的形狀 這段很好笑就是 這個故事裡面所有的大人事實上都 跟小孩跟高中生一樣幼稚 但是呢他們就真的去找那種很老的很老咖的聲音 然後用很老咖的演員的那個聲音然後在演這個事情 然後你就會覺得超智障的 就一群人全部都很幼稚可是每個人就是 一本正經說幹話的那種狀態 然後到第二季的其中有一段我真的覺得很熱的是 那個女生因為 看到那個男的就 就心跳加速他說這樣子不行這樣子我一定會在戰爭當中失敗 所以他就請他的助理 請他的那個什麼 請他的助手他家裡面的仆人幫他忙 早版早版 因為他家裡面 他有錢的所以他家裡面就是有跟他同樣年紀的那個 的那個仆人 然後那個仆人其實基本上就是 就知道這個小就知道這個大小姐就是放不開所以他常常吐大吵 對 我今天呢就是要讓那個什麼幫你特訓 特訓到你也可能要做一些的你要那個什麼 反射動作的時候 然後你就可以平復你的心情這樣子 然後於是那個女孩子就是發現說他只要摸他的臉頰的時候 他只要做那個摸那個臉頰動作他就心情就可以平復下 前面還有一段那個一本正經講幹話的那個理論 就說 就像是那個什麼 運動選手就會一直重複某個動作一樣 他在重複某個動作的時候他的那個內心就可以那個平靜下來 所以說你必須要找到你的反射動作 替代動作 然後 他就要找到是摸自己的臉 然後 他就覺得說我已經練到我的特殊能力 平復心情的 大招這樣 所以 我可以我終於可以跟那個什麼這個男生正面對決 可是一看那個男生正面對決的時候 那個畫面很好笑 他把他變成了快打旋風那個 那個 格鬥的那個什麼 一左一右然後上面有血條的那個什麼 那個形式 然後那個形式一樣 他就出招男生出招然後女生就那個什麼中招 然後他就失血然後心跳 加速之類的 然後那個什麼就是說不行然後裡面這一段戰況還是一直那個旁白 這樣子他已經使出了什麼招數 然後這個會一直不斷的受傷在他的內心加速他就受不了讓 這個女生說 沒關係 雖然我那個手摟招重穿可是我現在 這樣有大絕招就是那個手 我要去摸我的臉這樣我當我摸我的臉的時候我就可以 我就可以心情平復下來可是沒想到男生一把抓住他的手 抓住他的左手 我的手沒有辦法摸我的臉我心跳就加速 然後那個女生就已經快要被擊敗了 那一段真的超好笑 應該是說他拿了各個其他的故事 其他的視覺元素去拼貼他 你有玩過那個遊戲你就會覺得這段血綁超智障 很好笑 可是也只有動畫比較有辦法把這種東西 他有遊戲 他沒有遊戲我只是說他在做這一段的時候他故意把 那一段那個什麼男生跟女生在 高來高去對話的那種 過程把它變成模擬成格鬥遊戲的樣子 然後一打那個手一玩起來然後你會覺得靠這個遊戲得太好玩 我好想玩這個遊戲看看 他應該出這種遊戲的 就是心跳指數跟告白然後可以造成對方失血 這個超可愛的就是也就是說他每一集其實都放了非常多的巧思在 而且這種這種喜劇 喜劇動畫 就是做話啦 的梗的來源事實上有的時候倒也不是作話要 多麼順暢 可是你在 你必須要燒到那些一般觀眾的那個養醋然後鬥他們 然後在鬥他們那一段你是那個什麼 你把他鬥熱然後那一段 會 大家就會大家對他會超級好感 那基本上呢 這一季 第一季跟第二季其實大概真的是那個時候我目前看過最亮眼的東西 也就是說他在每一集 都加入非常多的巧思在裡頭 就 他幾乎每一集他的風格都 都會玩一個風格 然後這個風格會 就是跟前面都那個什麼差異都很大 然後有的時候會突然間那個什麼這一集會突然間進入那個少女漫畫博士 就所有的畫風突然都變了你知道那個眼睛就 他變成那種東氣電歌形態的那種狀態 然後那個 然後或者是到下一集可能變成那個什麼又變成那個拉拉隊形狀 就是做那種 男的其中有一個男生他去參加那個應援團 對那 總而言之這一部其實是看完 他其實跟之前那個什麼三人娘那個什麼遊戲三人娘 就好像很類似 但是遊戲三人娘是比較鏘然後沒有不是以愛情為主 就是一群就是三個國中女生在胡鬧的故事 對 然後那個什麼 灰夜機的部分則是那個什麼 進入了那個高中戀愛 然後把高中戀愛這件事情拿來當笑 然後裡面到第二季的時候就開始加入一些其他的人 然後其他人 每一個人的故事一個一個加進來的時候那個什麼 因為第一季基本上是 就是男主角跟女主角就是輸那個時候會長跟副會長之間的那個戰爭 對到第二季的時候就是開始變成會長跟副會長身邊的幾個人的故事 那世界觀被擴展開然後可能到第二季比較不是所謂頭腦戰 就是一群就就開始變成那個什麼校園劇但是這個校園劇的那個什麼 這個校園劇的那個什麼編排其實很有創就比較不像之前那種那個什麼 之前的比較傳統的東西像是那個 我的朋友很少 那種就是比較 傳統方式 但是 灰夜機這種東西基本上就是 綜藝節目式的校園故事 他每一集就是每一天小事到最後都 都可以做成一集中一間 這樣他最後第12集吧第12集就是 的最後一段就是 放就是玩那個炸氣球 就是拿出一個氣球來然後打氣 看最後誰爆炸水又輸了 一開始就覺得這是一個無聊遊戲這樣子 可是你那個什麼光他們玩的時候你竟然可以玩 可以看到他玩出一股張力跟那個什麼 竟然還可以看到那種那個大家心理狀態大家很害怕或者是大家那個什麼 在這個時候他竟然出賣了他的朋友什麼 什麼之類的讓我只是打氣球 打氣球就可以玩出這麼多東西 也就是說他每一個人的個性其實都應該是說他們 這個動畫事實上他把每一個角色的那個什麼 個性已經做出一個樣子 就是一個 像那個 有那種 有那種過度認真的然後小芝麻可愛的女孩子 然後有那種 有那種講話非常 有那種講話非常毒的 可是在背後其實是軟男的那種 時尚 對 然後也有那種那個什麼基本上都是一團混沌只想要玩的那種 然後再跟這兩個人 混在一塊 這幾個人其實就在做那種高中生 每天高中生所犯的蠢事 就是這樣子 對啊 好吧 文雄有看過 那文雄的感覺是什麼 我 換我補充了嗎 不然今天都只是在旁邊搭槍而已 我覺得本來是想要講那個藍色相對 不過時間晚了 那我也要講回夜景 因為我其實也蠻喜歡這部 這部作品 他在漫畫時期的時候我就有在追 那他等到他動畫畫的時候我其實也蠻期待這部作品 那 那一開始我在巴哈佛的動畫空轉開第一集的時候 聽到那個音樂的時候我其實是蠻驚訝的 就是因為 他的OP是 林木雅之唱的 因為在我過往看動畫經驗當中 當中這種校園 喜劇尤其是女主角很可愛的這種類型 很多常都是女主角會去唱OP 或者是比較知名的 女生又或女歌星來唱 結果沒想到 是男生在唱也 然後我就覺得 而且這首歌的那個歌手其實年紀不小 是 是男主角 是男主角唱 不是 林木雅之是日本蠻有名的一位 情歌的歌星 那他是 聽說他是在這部作品第一次在為動畫片獻唱 而且他唱得非常的電波 我告訴你 其實如果以曲風來講的話 你就可以想像就是陳森這種人來唱這種歌 對 他一開始的歌是很民謠的你知道嗎 就是那種 O love me Mr 這個聲音其實不是那種 帥哥型的聲音 就是一種那個大叔在旁邊唱歌 然後唱的歌就是那個什麼 唱男生跟女生之間的愛情的故事 對 那不就是語彈琴 沒有沒有 可是他就是那種老 有點那種那個什麼 有點皮皮的然後又是有點聲音有點老 所以我覺得像陳森是很像陳森啦 對章魚 有人講說就是聽到章魚在唱歌 大概就是那種感覺 然後呢 然後還有像音樂的部分我覺得他 製作人員也是蠻 直接鎖定 就是說會看這部作品的人 大部分都是比較窄 或者是他有比較多的背景知識的人 像 蘇達剛剛講的那個音樂部分有 有模仿 東京愛情故事 然後或者是 是那個冬季戀歌的 曲風 甚至是有比較驚悚的部分的時候會有那個 驚魂記的曲風 會有那個小驚 登登 這不是 這不是第一次 這樣子 日本動畫其實常常常常常把那個什麼 驚魂記拿出來用 像那個林木雅 怎麼這麼的 大書 所以才會覺得 所以才有趣呀 他竟然找了一個大書來唱 那個什麼愛 愛情動畫 有點像張飛 有 戴墨鏡 反插萌 對啊 到第二季的時候那個什麼 你剛剛講的那個 教父的音樂被拿進去用 他只是換了一個 他只是換了一個旋律 通常在講一些很悲慘的事的時候這個音樂就出來了 對 這個音樂是真的蠻有趣 YouTube上有人已經把他上傳了他所有的曲子 有時候你不用去 看這部作品你光是聽他的這個OST 就會覺得他的音樂其實是做得非常好 然後還有像是劇情方面的話 尤其是人物 我覺得我們很多觀眾會去看這部作品很多都是喜歡上這些人物 就像是 我們一開始看的時候都只是覺得說是兩個高材生在做什麼天才頭腦戰的主要題材 可是看到後來 他們作者漸漸的表現出 這些角色們的各自的弱點 像比方說白銀 他雖然說是 全學年第一名 可是他的背後其實是有很多 很不擅長的東西 像可能他不會打球 他不會唱歌 然後這個狀況還可能還連帶影響到藤原書記的一些心靈創傷 因為他裡面就是演說 他為了要在會夜面前表現出自己很厲害的一面 所以他偷偷的練習 偏偏好死不死 藤原書記就跑來說 那我來教你 結果沒想到 白銀實在是太朽目不可凋野 反而害得藤原書記 受盡了一切折磨 可是 白銀卻也是很不可思議 就是所謂天道酬勤努力可以戰勝一切 所以他真的成功的得到了 他所要的結果 可是相對也犧牲了藤原書記的心靈創傷 這裡面有趣的點是因為那個在動畫裡面他們 描述 藤原 這個書記然後再聽到他唱歌的時候的反應 然後你就會覺得他的那個描述方式很好笑 藤原是少數那個演繹非常 比如說像什麼 聽他 唱歌啊 然後看他打訓練他打排球 不過訓練他跳那個什麼 叫什麼舞 就是那個 那個什麼 捕魚的舞這樣子 然後我還記得 就是他要那個 表演那個桃海人桃海的那個舞蹈 然後他覺得他自己跳得很好 然後藤原聽到說 這根本就是在身影 這根本就是在 就是聽到那個根本就是哀嚎 就是 所以就是那種跳那種機械物的那個動作這樣子 對然後把他畫出來說你會覺得這動作超智障 明明看起來就很淒慘 對啊 還有那還有像是 灰葉的部分他一開始也是像是高冷的部分我覺得 作者他在 進入這個故事主題的時候他不是從 白銀與灰葉兩人 洩購的那一個時間點延期 而是直接從他們已經 認識一段時間 甚至可能 進入學生會或過了一年之後才來 開啟這個故事 但他後續才會開啟說 解釋說 其實 世公灰葉他在以前不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樣子 那他這個這份轉變也是我們 觀眾看這 看這部動畫裡面會喜歡這個角色的 狀況 因為在世公灰葉的轉變過程當中 我們也看到這個人 不斷的 展露自己的弱點 或者說自己漸漸的成長 像以前 世公灰葉是個非常 容易傷害到別人的 因為他太優秀了 所以他很直接的會去跟 他身邊的人 可能做失敗他就會 說你怎麼連這點都做不好 結果相對的就他就造成傷害了別人 可是反而是在卸購了白銀之後 他漸漸的 學會比較圓滑的去 處事 那可是我們 觀眾也看到 過往的 看起來很冰冷的 的灰葉大小姐 漸漸的變得好像有一點白癡的樣子 就真的是所謂 愛情 降低人的智商 但也因此讓灰葉越來越可愛 還有像是 藤原的部分 我覺得這 藤原算是這部劇情裡面 算是一個吉祥物 尤其是說 當 白銀跟 灰葉他們兩個人的 的作戰在陷入一個僵局的時候 藤原剛好是成為了一個潤滑劇 或者是一個 一個 推動劇情的一個存在 像第一話的時候他們就不是很存在 他們要 不是要去拿那個 饅頭 對啊 要去吃那個東西 結果 藤原就過來把那個東西吃掉了 然後 於是旁白就過來說 今天的勝負 平手 平手 這樣子 也因為 這是變成了一個很很棒的一個鐵三角的狀態 就是 一男一女要對決 可是有一個人 過來 有觀眾有說這是一個 亂源 但是你有亂源 你就可以推動劇情 所以如果說我們今天 只有白銀跟 跟輝葉兩個人的話 故事可能沒有辦法 玩得那麼好看 但是正因為有藤原在 所以有很多事件可以 觸發 劇情也就有很多東西 很多東西可以演 還有一點 我從劇情的 推動方式來看 以前 我去看一些 寫小說的 創作書籍的時候 他有講到說 故事要怎樣才好看 就是要你要看 編劇怎麼去 做衝突 那 尤其是像我們 台灣本土劇就很喜歡 搞那種很明顯的人與人之間的衝突 我們看 台灣本土劇的時候 大概幾分 你開起來大概 5分鐘左右 就會有人在想嗎 或者是 要起什麼衝突就對了 那這個 這個情況其實在 在 匯業機這一套系統裡面 我們看到了 我們好像 一開始我們 只看到說白銀跟匯業之間 為了要讓對方向 我告白 所以 搞了一些比較很拐彎抹角的方式 這就是一種 他們兩個人之間的一個衝突 那這當然是比較 淺的部分 就是說 他們這是 人與人之間的衝突 這是衝突裡面的 最 最淺白的方式 如果你能夠塑造的更高階一點的話 還會有人與環境之間的衝突 甚至 最高階的是人與自己的衝突 那在 匯業機裡面的話 尤其是像 第一季的 最後一話 匯業因為沒有辦法去 去跟大家 看那個 那個煙火 所以就 就很傷心嘛 那 這個情況就面對了一種 所謂人與環境之間的衝突 就雖然說你是匯業家的大小姐 可是你卻沒辦法隨心所欲 你連跟朋友出去都 都不行 那要怎麼樣跨越這個衝突 反而就是 學生會的那一群人跑來迎接他 然後讓他去 去看那個煙火 那一段就 描述出 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說 我們 面對 環境的 我們要跟環境的衝突 時候 不一定是說只靠自己 而是能夠說 如果我身邊有這麼一群朋友能夠幫助我的話 那 那會是一個非常 我能夠跨越這個衝突 甚至我也願意 去重視這群朋友 那這螢幕也讓我們回想到我們各自的青春時期 說如果我們 以前學生時代 有這麼一群 願意跑來我家把我右拐出去的 對象的話 我相信我也會蠻 蠻重視這個人的 不管他是 異性還是同性 他可能就是我一輩子認同的好友 那 還有一點尤其是像時尚這個角色 他在 第二季的時候 站了非常重的角色 因為他其實 有一種說法 時尚基本上就是 第二個 李男主角 因為白鷹是表面的男主角 那時尚就是李男主角 尤其是在第二季 他 描述了時尚 過去的 一個真相 就是時尚為什麼 在故事一開始的時候 都屬於一種 以及被全校霸凌 也不算霸凌 算是 被 忽視或是 禁忌的對象 那 他在後期的時候才解釋說 因為 時尚過去曾經 曾經 鬧出一個暴力事件 所以很多人都 都不敢跟 時尚有很多密切關係 尤其是他們是貴族學校 所以很重視所謂那種 人 交際上的 交際上的問題 可是到後 後來揭露 我們觀眾從神的角度去看到說 原來時尚之所以會做這種事情 是有他 不 不得不這麼做 甚至是他願意 犧牲自己去 成全的一個狀況之效 我們 觀眾對時尚這個角色是 好感度爆提升 不只是 其他的人 不只是故事裡面的所有角色們都喜歡時尚這個人 而是我們觀眾 都喜歡上時尚 甚至白銀會長以及 協助調查這件事情的事工會業 以及後來 知道說時尚的 隱藏的事情 而憤怒不已的藤原 這些角色都是讓我們非常的吸引人 就會覺得說 這些人 都是一個美好的人物 讓我們 很願意去 支持他 投入他 甚至他們只要做不管是 他們的任何一點小缺點都會吸引我們去 去 喜歡他 甚至是去支持他 對 這是目前動畫做到第2季的狀況 那第3季 我們期待會有第3季啦 因為漫畫我也都有在繼續追下去 那甚至 漫畫後期的劇情越來越好看 我說真的 我其實也真的一直在期待說 目前 漫畫最新的發展 因為其實 漫畫 白銀跟灰燕的故事是告了一個段落 接下來是改 時尚的故事去做 然後 時尚的故事 甚至推動了 到 一種 又到了那種 所謂 我覺得日本很多 那種愛情漫畫常會陷入一種就是 買股票的階段 什麼意思 就是一個男生他可能有很多個女性 女性可以供他挑選 然後很多我們這些粉絲就會去 猜說 男主角最後會選誰 他最後會跟誰在一起 當然如果是 Edge Game 或者是 是那個公口漫畫的話 當然就直接 我全部都要嘛 這個很簡單的道理 可是在一般 像的漫畫裡面 你不可能全都要 你一定要選出一個出來的狀況之下 那 就會變成了 不管主角選誰 一定會有哪些觀眾 觀眾是非常生氣 所以 可是在這個階段 就反而也吵起了這部作品的 討論度 所以目前 灰燕機這部漫畫在各個論壇 大家也都一直在 在探討 到底時尚 讓他 情歸何處 這是目前這部作品 吸引人的一個地方 他漫畫是多多啊 漫畫已經到了184話 然而目前 動畫 他應該這樣大概十幾左右啦 以畫素來講 那個我聽起來好像很多 但是他大概就大概十本左右啊 動畫他目前劇情好像也 在漫畫的四十幾回的程度吧 他進度也挺快的 因為以漫畫來 因為他還沒畫完 還沒畫完現在還在連載 對啊 他好像那個什麼 應該目前 大概稍微有看 因為我沒有追漫畫了 只是 可能 等於後面被雷到 就說 覺得他們兩個後來有在一塊啊 其實已經基本上 跑不掉了 因為他們 一定就是兩情相悅嘛 不太可能再多出 多出什麼 什麼 意料之外的發展 什麼會長喜歡上 如果他沒有在一起的話 那前面兩個戰爭到底是在戰什麼 他們就是 因為 因為 因為像他們那種情況 不是因為像他們那種情況在以前可以玩 完整步的 就是像那個誰啊 那個亂馬二分之一 亂馬跟那個小倩 這兩個人真的要到最後30幾至40幾的時候才 終於可能要那個 才終於可能要在一起 他每次那個什麼兩個人互相吵架的梗 可以一直玩下去 他們到現在都還沒在一起喔 亂馬跟小倩到最後一期都還沒在一起 反正就是亂馬就是跟所有人搞曖昧但是都沒有在一起 所以啦就是你那個什麼你讓人家那個什麼 就是 所以你在 後面讓他們有在一塊所以我才蠻驚訝的 原來這故事 可以這樣進展下去然後讓別人變主角 其實還有有一種可能因為 目前階段如果說 輝葉跟白銀在一起之後他還有 還可以再塑造一個故事就是說因為他們兩個人 家事 太不合了 所以有可能反而還會 這個部分我想像的 如果說我是作者的話 我可能還會再安排一個 輝葉可能還有一個已經 談好的 未婚夫婦對象 然後這是家庭決定的 那這個可能以後還可以再寫個什麼東西出來 對所以並不是說 男女主角 要互相告白 確定交往故事就會結束 事實上這部這部故事 如果未來真的交代完時尚的情歸何處之後 他還是可以再繼續回到白銀輝葉他這一組 他們以後再會會再遇到的 這個環境衝突 你可以畫色情版 你可以寫色情版 沒有 已經很多人在寫色情版 那個 就是因為 日本的那個什麼同仁字文化 通常那個當紅的那個作品 通常都會被人家來做 對 我有投稿那個小黃文 今天太晚了 那個什麼 下個禮拜再說 下個禮拜 對啊 好啦差不多啦 那個兩個 快要三點了 我的麥克風的收音還可以嗎 還蠻好 上一次是真的不好 你看這個大概是那個時候 歷來來賓裡面進步最 最強的一次 哈哈哈哈 聲音變得很清楚 金錢的力量 沒有這個麥克風也才200多塊錢 還好啊 那就是你 也是金錢的力量200塊不是錢啊 那就是你的環境 沒有我安排的比較貴 OK 就沒有 也就是說他沒有在用網頁版 用那個 用那個什麼 iPad 他用iPad 上個禮拜是用iPad 然後這個禮拜是用網頁 但是我的聲音清楚吧 清楚啊 你我的聲音非常清楚啊 好 晚安 OK 感謝您的收看 喜歡的話歡迎訂閱頻道喔 有一個孩子 你女的胖子 有一個人 愚蠻勇敢的孩子 我愛小子 愛你 我們希望 我靠心 看完你 心靜善良 谢谢大家